收到了最新消息 好 就是因为辐射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世界各地的反核浪潮已经遍地开花了 尤其是德国 总有四个城市 25万人大串联 要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核示威 另外这次受害最深的日本 还有意大利 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要上街游行 他们要求核电厂要全面勤工 给孩子一个无核家园 浩浩荡荡十万人走上柏林街头 手拿绿色气球挥舞着反核大旗 大家一脸笑意 但是决心十分坚定 德国西部大臣科隆也出现反核示威 德国反核示威庞大 前政府早就决定在2020年底 让国内17座核电厂全数退役 不过现任总理梅克尔去年9月 决定延长核电厂寿命8到14年 民众知道无核化家园的承诺跳票十分愤怒 但福岛核灾也让德国核能政策大转弯 梅克尔已经下令全国17座核电厂 全面进行安全检验 其中7座1980年前建成的核电厂 必须暂时关闭三个月 欧洲的另一个国家意大利 虽然境内没有核电厂 但民众同样文和色变 特别是政府手上 现在仍有新建10座核电厂的计划 要是真的都付诸实行 那可真是意大利民众的心头大患 我认为现在是时刻来说停 因为在福岑后 我们现在在避免避免避免 这是一个危险的东西 而我们也要继续 意大利当局目前的决定是 全面暂停核能电厂新建计划一年 来平息民众忧虑 至于这次福岛核能灾电 最大的受灾户日本 本周末也有反核示威 超过500人的示威群众 聚集在东京电力公司的总部前 高声抗议 在下一代的面前 大人们希望无核化家园 能够及早来临 不要再重复福岛核电厂的错误 明时新闻 宋婉婷 众后报道 除了在国际 在台湾 河安国际